因为不管怎么说 老大和老三还敢坐这拍着胸脯的说 在孝顺老妈这点上 我还是有能力来说服我自己老婆 显然老妈在你家里边住的时候 老妈和你老婆之间是闹了矛盾的 而你是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的 那么老大这边 其实你今天坐在这 你的形象是很容易遭到诟病的 我毫不客气地讲 不管俩兄弟认不认为你是争啊算了的这种人 但是你自己表现出来了这种形象 知道吗 你给老母亲拿个钱 你直接提出来这个公共厕所的事情 你是那个脑袋和眼睛 能钻到的地方 能看到的地方 能顶替的 能交易的 我都拿出来说 实在不行 那你还用了爸妈房钱房后几棵树盖房呢 就是抓东抓西的来支撑自己的形象 越支撑越有损毁